好,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今天的升學講座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講一下加拿大的舊生艇計劃 我首先自我介紹 我就是華雅教育其中一個升學顧問 我叫做Conny 我自己就在香港讀完Form 2之後 過了去加拿大讀書 一直讀到大學畢業之後才回來香港 所以我自己都會有很多加拿大的留學心得 和經驗分享給大家 好,我想在座各位也有聽過加拿大舊生艇計劃 其實它是加拿大政府去年年中推出的移民計劃 主要是給香港人申請 其實這個計劃會分為Stream A和Stream B兩個部分 Stream A和Stream B兩個部分 Stream A就是一個升學移民的途徑 Stream B主要是工作移民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比較專注做升學 所以今天就會跟大家focus說Stream A Stream A就是給加拿大境內的畢業生 其實什麼人可以申請這個舊生艇計劃呢? 主要有幾個條件 首先第一,申請者就一定要有香港的特區護照 或者BNO的國民護照 第二,申請的時候必須要在加拿大的境內 其實大家可能有研究過加拿大地圖 知道他們的地理位置很大 加拿大主要是分了十個省份和三個地區 其中可能大家有聽過 QBEC灰北黑省呢? 就是其中一個省份來的 但是它是一個法語地區 給大家一些背景資料 其實很多年前QBEC有做過公投 要脫離加拿大獨立 所以其實這個省份有很多政治上 或者教育制度上 決策上都跟加拿大整個國家有出入 所以這次QBEC這個省份 就不包含在舊生艇計劃裡面了 說明是讀書移民 其實讀什麼才可以申請到這個舊生艇計劃呢? 有幾個條件的 加拿大政府有一個叫DLI List 高等教育機構的認證列表 只有政府認證的學校才會在這個列表上 所以學生選擇的項目 必須由這些認證的學校去開辦 另外就需要最近三年來畢業 所以如果有些學生可能是 比較久之前畢業 可能已經畢業了五六年 甚至內億的話 就沒辦法受惠到這個舊生艇計劃 另外課程必須有一半或者以上 在加拿大完成的 意思就是可能我在香港讀一些遙距課程 那些就不包括在這個舊生艇計劃裡面 其實說了這麼多 有什麼課程是可以 有什麼是不可以呢? 其實加拿大他們的課程 分了做幾種 首先就有文憑 兩年制以上的 另外就一些Degree學位 如果學位的話 就會有我們比較熟悉的 副學士、學士、碩士、博士 這些都包括在學位裡面 另外還會有一些一連制的研究生證書 都可以給這個舊生艇計劃的用途 那為什麼叫做文憑呢? 是因為其實文憑 相對上他的入學要求比較容易 而且他只讀兩年 就可以課學生申請到這個舊生艇計劃 所以無論是難易度上 又或者是學費的價錢上 都是比較商議一些 好,那其實文憑是什麼呢? 他跟我們香港有的 可能一些職尊文憑 又或者一些high deep 有沒有分別呢? 其實如果在加拿大的話 我會把文憑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的話 是一些落手落腳去做的 可能需要註冊 或者持牌的職業 那譬如很多學生熟悉的 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師的助理 又或者一些醫療相關 可能做配鏡又或者醫護 甚至是獸醫技師 又或者其實很多香港學生 喜歡選擇的 幼兒教育、社工 這些科都可以讀到 如果你說 其實我想讀一些實用型的科 比較技術性的話 其實你想得出 水障、漢節、木工、暖氣、冷氣 這些都是一個文憑課程 除了這一類型的科之外 另外一種文憑就是 偏學術型的 是科學生讀完兩年之後 涵接到大學 讀一個學士學位 剛才講了兩類型的文憑 今天會有兩間學院 想重點介紹給大家 第一間叫Centennial College 中文叫百年理工學院 它位於多倫多 另一間叫Langara College 中文叫南加拉學院 它在溫哥華 其實多倫多和溫哥華這兩個城市 都算是他們那邊最大的城市之一 都是比較多香港學生喜歡的 首先可以講Centennial College 其實這一個截圖 我會在他們官網上截圖 其實你按進去看他們有什麼程式 如果剛才提到我們有兩大類的 Diploma 我會覺得Centennial是綜合了兩邊 即是它既有學術型 亦有實用型的科技 這個其實是他們一個 Business Diploma的截圖 你可以看到它是Under Business School 是一個兩年的Diploma Program 值得留意 其實你看到落底的一頁 會看到一些Education Pathway 其實它的官網會寫得比較清楚 我讀完這個兩年的Diploma之後 可以走接上去什麼大學呢 這個列表上面有些比較出名的 可能Ottawa 或者York University 都是讀Business出名的學校 所以其實我知道很多家長會擔心 我讀兩年的文憑 其實出來的認證會不會很低 我會不會不夠人欠 學歷比較低 當然你說我讀完兩年 想出來工作 有很多學生會這樣做 但如果說我讀完兩年 想申請救生艇 但之後其實我又想要回到學位 在加拿大教育制度 是絕對容許到學生去做這件事的 另外可能剛才提到 我想讀一些專門的科 可能大家知道 在大學裡面的科 比較偏學術型 可能比較理論性 寫很多課 但如果我想讀的科 可能剛才提到水象、木工 這些其實根本不可能會在大學讀到 這種實用型的科 Centennial都會有 例如有可能比較多製作 Media學生喜歡的Animation 另外也有很多學生問 Baking and Pastry Art Management 即是烘焙 其實跟你外面找的烹飪班 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問 真的教我焗東西? 我在YouTube都學到 除了教你Technical 落手落腳去焗之外 其實可能背後 我怎樣去設計一個餐單 我怎樣去營運一間餐廳 都是這些科會學到的 另外很受香港學生歡迎的 幼兒教育 以及剛才提到的可能一些 熱量、冷氣之類的Technician 這些全部都是Centennial 或者其他大型的科學 可以提供的科 第二間就是Langara College Langara College 我會說比起Centennial 它是一間比較學術型的科學 怎樣這樣說呢? 你可以看一下它科上面的選擇 其實就會比較少 剛才Centennial會有的科 但它其實可能 Art、Business、Science、Humanity、Health 這幾個科學 都是傳統大學裡面會有的科學 想跟大家提供一下這個科學 這個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Transfer 可以看到它下面細細的字 有寫明這間學校 其實是有跟UBC合作的 UBC我想大家可能也有聽過 就是加拿大大概排頭三位的學校 這個科學就是課學生 讀完之後直接走到UBC 繼續完成學位 另外很多香港學生會問的 Computer Science 這間學校也有提供的 它出來的Credential 就會是Associate of Science Degree 剛才我們頭幾版有提到 Associate Degree 亦都可以用作救生艇計劃的申請 讀完Associate Degree之後 它都是給學生 連接上去完成的 另外有個表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加拿大留學的費用 學費其實比較相宜 比起其他熱門升學國家 可能英國 澳洲 如果說文憑 剛才提到的課程 你預約大概11到15萬一年 已經可以了 課一個文憑的話 一般是讀兩年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說 2加2是否最低呢 的確是的 因為你頭兩年 只是給Diploma的學費 可能是十多萬 去到Degree的話 就會相差比較大一點 19到32萬都會有 這個就會視乎你去報什麼科 或者什麼學校 比如比較受香港學生認識的 University of Toronto UBC 那些相對的學費就會比較貴 另外可能一些跟醫科有關 Business Engineering的科 也都會貴過文科之類的 好 另外就和大家說一下 我們華亞教育提供的服務 首先其實我們自己長期 都會和不同的院校去合作 所以譬如不止加拿大的 其他熱門升學國家 英美澳加 我們全部都有做的 如果學生說 其實我有意去出國留學 但是我未決定到去什麼國家 很歡迎你們拿成績表上來 我們給你們意見 然後譬如說 我想去英國讀書 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成績如何 或者我想了解多些 學校的東西 我們可以安排學校代表 去和你們見面 因為始終很多時候 他們親身去解答 是比我們更加清楚的 我們可以為你量身訂做 這個升學計劃 到你決定好去讀什麼科之後 我們就可以幫你代辦申請院校 安排你的面試 Portfolio等等 Portfolio的話 就要看你的學科 其實一般來說 可能是藝術 音樂之類的科 會需要Portfolio 到後期 申請完成 收到offer之後 我們就可以幫學生協助 你們辦理簽證 住宿接機等等 Pre-debatcher的話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會邀請我們往年的學生 來做分享 好像我們接下來七月中的時候 我們邀請了去年 去Cardiff Six Form 在英國的一間出名的學校 的學生 回來和我們 和我們的學生 去分享在那邊的生活 最後呢 我有個Q&A session 但可能會請大家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走到我們的BOOF 來詢問 也是剛才說的 不止加拿大的 英美澳加 紐西蘭那些 我們都可以幫到學生去申請 之後呢 最後一晚 就想和大家 說回我們的Facebook 其實我們Facebook 周不時都會Post一些 我們的Event 另外一些升學資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Like我們的Facebook Follow我們的最新發佈 好 多謝大家 好